2004年5月 重庆晋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位职工 在寻山护林的途中 发现了一条奇怪的方形蛇 他拍到珍贵的照片 经联系多位两栖爬行动物专家号鉴定 该物种为蛇蜥 对于晋云山自然保护区来说 这可是重大的发现 因为这是该保护区首次发现蛇蜥存在 而截至目前 中国也一共只发现过三种蛇蜥 分别是翠蛇蜥 细翠蛇蜥和海南蛇蜥 主要分布于大陆长江以南及台湾省 而这一物种已被国家林野局列为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银路 同时也被中国宾威动物红皮书等级列为宾威保护等级 如此难得一见的物种 有些人护灵一辈子也见不到半点踪影 这位职工真应该马上去买彩片 说起蛇蜥 估计好多人都是毫无概念 如果从画面来看 这东西跟蛇好像没啥区别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个物种的确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不知道大家对蛇的眼睛有没有仔细观察过 看过那么多有关蛇的纪录片和图片 你知道蛇是永远无法闭眼的吗 是的 不要诧异 由于蛇没有眼睛 因此它无论吃饭 睡觉 玩耍 捕食 总之 它终生都无法闭上眼睛 当真是死不瞑目 相比之下 我们今天的主角蛇蜥就完全不同 它们的眼睛可以自如的开合 看起来高级多 其次 如果你了解蛇的整个身体构造 你就会知道 通常情况下 蛇的身体都非常长 尾巴一定比身体短 尽管从表面来看 这身体和尾巴似乎也没什么区别 但其构造就是如此 而蛇蜥则正好相反 别看它们的身体与蛇似乎区别不大 但如果解剖看构造 你就会发现 蛇蜥的尾巴才是它们最最重要的一部分 占了整个身长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它们的身体却只有短短的一截 第三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那就是蛇蜥的尾巴有一个特殊能力 自断 我擦 听起来好牛逼啊 仔细想想 其实就是逃命用的吧 就好像壁虎可以断尾逃生一样 同样是西异家族的蛇蜥 也有这个超能力 别看身形相似 但蛇蜥的攻击力 比起蛇来说 差了几个世纪 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之上 之前我们节目中出现的蛇 哪个不是霸气十足 雄霸一方 分分钟咬死一个人如探囊取物 但蛇蜥实在没什么可以炫耀的武装 在蛇面前 它们基本就是一个穷屌丝玩家 没钱买装备 只能打打小野怪 什么蚯蚓 蟋 最多再吃个小老鼠 仅此而已 正所谓弱肉强食 在动物世界中 既然你不够强悍 要想保命 就得有绝招 因此蛇蜥就用断尾来求生 由于这家伙的动作缓慢 打斗画面比较长 我们实在放不完 如果你想观看蛇蜥 是如何用这招保命的完整过程 就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 你妹12306 关注林克脑元素 输入关键字 蛇蜥 记住一定是输入蛇蜥 两个字 除了以上特点外 蛇蜥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比如鳞片的排列 头部有耳洞 我们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 它们就是退化了四肢的蜥蜴 为了适应环境 身体也就变成了细长条 但还没有进化成蛇 那样的大boss 从它们的英文名 我们也不难看出 其相对比较弱小 因为它们的英文名俗称slow warm 缓慢的蠕虫 好吧 蠕虫就够慢的了 你们还缓慢的蠕虫 太悲剧了 由于生性洗衣暗潮湿的地方 蛇蜥通常不易被发现 它们躲藏在密林深处的落叶堆 或松土之中 只是偶尔才会到路边晒晒太阳 因此尽管在美洲大陆和欧亚大陆均有分布 但极少有人亲眼见过 因此如果你哪天在山中游玩发现了这个东西 记得拍几张照片啊 回来装逼绝对好使 当然提醒一下 由于你基本分不清蛇和蛇西 因此不要随便去弄人家的尾巴 万一你搓把自在蛇庄的大boss 认成了屌丝玩家蛇西 那我只能祝你早日康复了 欢迎大家来看怪兽来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微信 微博搜索灵克脑岩所 微信搜索你妹12306 或者对屏幕中间二维码进行扫荡 我们会为你上交一切节目哟